每一个行业都有厉害的人 像范冰冰 杨幂 郑爽 陆汉 贝贝 都是演技精湛的演员 而赵本山是小品鼻祖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 他是向省鼻祖 曾比拨得刚才红 上过三十次春晚 如宠娇妻四十一年无绯闻 他就是蒋坤 六十八岁江坤一家静着曝光 老婆隐藏了整整四十一年 女儿漂亮有才江坤 一九五零年出生于北京 虽出生于北京 但他却是各山东人 从说向上到现在 六十八岁的他 可谓释出了不少作品 像吃鸡 虎口狭想 挫走了这一部 宋礼 猜迷语 乐在其中 看电视等都出自他之口 六十八岁江坤一家静着曝光 老婆隐藏了整整四十一年 女儿漂亮有才 作为上过三十次春晚的得意双新艺术家 江坤未向上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能有如此成就 这和他的妻子李静明分不开的 这个被江坤隐藏了整整四十一年的老婆 虽然长相一般 但是一个贤妻良母 六十八岁江坤一家静着曝光 老婆隐藏了整整四十一年 女儿漂亮有才 李静明 不管江坤贫穷还是富有 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 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 堪称点霸 两人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江山 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还很有才华 自己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 六十八岁江坤一家静着曝光 老婆隐藏了整整四十一年 女儿漂亮有才如今六十八岁的江坤 已经功成名就 大家安享晚年 女儿也是非常的有出息 老婆又把家里打理得有条有理 一家过得非常幸福 祝福他